京都 是我人生必去的五個地方之一 著名景點 清水寺 四季有著不同的景色 每一次你去這裏都會帶給你不同的感受 距離清水寺只有25分鐘車程 我們一起去忍者村假扮忍者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記得訂閱讚好分享我們的頻道 準備就緒 一起出發 還記得若干年前在年少氣城時 第一次來到京都的感覺 歷歷在目 我除了這個毛魚鱗比歷史味道之外 那名年少氣盛的我 我最強烈的感覺當然是通街女生 都穿著和服在清水寺裡面穿梭 這個畫面是超維美 真的很維美 挑挑表示 看女兒就看女兒 為甚麼味 講到京都清水寺找位泊車的情況 是超難找停車場 超難找到位 提示就是事前做了準備功夫 先找到幾個停車場在自己的列列 萬一哪個孵了都好 就可以馬上駕駛去其他車場碰碰運氣 八板之塔也是遊客熱滿大卡之一 這座塔建於六世紀 經歷了很多次的重建 也是京都一座經典日式五重塔 由八板之塔走到清水寺 約十分鐘左右 原路都有好多東西看好多東西賣 走去清水寺有三條路的 八板通、清水板五條通 原路都好多影相打卡位 亦都好多碗碟碟碟買 其實一邊走都看到遊客 好多人都拿著用抹茶雪糕吃 我都忍不住吃一杯先 日本的精品真是漂亮得好緊要 我買回個很漂亮的散寺包 其實那些杯都好漂亮 阿朗就要馬上買一件T着 我們終於走到京都最具代表性歷史文化遺產之一 清水寺 這裏真是人來人往水寺不通 這裏真是人來人往水寺不通 入場是需要參拜費用的 大人400日圓 小人200日圓 自能判斷自己是大人還是小人 買回自己適合的門票 怎麼看 他們這兩隻都是小人 很多遊客都會在清水寺裡求籤 求籤很簡單 首先選擇了籤筒 然後就搖一支籤出來 再拿著籤文去解籤 想當年我就在日本求一支大吉的籤 真是好靈 男人求什麼 要是錢 要是女人 我就是去求姻緣 求到大吉千的我 我就在日本旅行期間認識了嬌嬌 真是不到你不信 清水舞台絕對是最要玩的主角 超級打卡位 每年平均有400萬至500萬人來瀏覽清水寺 都是為了去的 尤其是櫻花季節和紅葉季節 附上清水舞台簡直是絕世美景 最吸引最獨特之處目 關於圓空木結構的建造 最神奇是完全沒有使用過釘 沒有用過金屬去連接 這個舞台用了139支巨大的木柱支撐 高度大約13米 完全展示了古代日本木工技術的超高水平 清水寺除了清水舞台之外 第二個著名景點一定要數到陰雨瀑布 田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三條水流 分別象徵著長壽、學業成就和戀愛圓滿 現場所見 有些遊客會直接用長壽杯放進嘴裡飲水 代表祈求心想事成 整個過程大約排隊15分鐘左右 我自己個人感受清水寺真是百虛不厭的地方 下一站去尹謝村 距離清水寺車程大約25分鐘左右 尹謝村這個地方其實名字是東影泰泰影畫村 這個亦是主題公園 亦是日本唯一對外開放的電影拍攝場地 怪不得這裏電影感覺氛圍這麼重 到處都是拍照拍片和打卡位來 講分入場費用 大人2400日元 中高身1400日元 小朋友1200日元 附送精美地圖一張 和一張漂亮的入場券 場內有些個別的遊戲 視乎自己喜好 再給不給入場費 任君選擇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經歷過忍者聯太太郎NOVA的年代 對忍者情有獨鍾 尤其是兩寒鼻涕的肥仔新丁 真的很有趣 我們進去挑戰脫出之食 好像很多忍者機關似的 應該挺有趣 挺好玩 好緊張 逐一張 人有一個人 一個人很多 逐一 esa 不¡ 你走吧 我不 cambiar 你走 你走 我走 不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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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太害怕了 很害怕 快一點 很害怕 太害怕 太害怕 其實有時候場景都有點膠 令人覺得有點尷尬 就像這個畫面一樣 這裏還有一個無面超人展覽館 這裏是一個無面超人RX 小時候就看它 是童年回憶RX 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認真點 之後問霞姐拿回飯盒 主題公園還有一間客棧 我們可以坐下來吃東西 這裏有兩個通緝飯 一個像阿哥 一個像小孩 還有很多關於忍者的手信零食 給我們買酒 我們這裏大約用了兩三小時 玩這個主題公園 多謝大家收看GiuGiuFanky頻道 記得幫忙訂閱讚好分享 多謝大家支持